华为销量高是因为爱国营销 于成东首度回应,原来大家都误会了 今年5月,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 限制美国企业向华为供货 与此同时,谷歌也禁用华为手机获得GMS服务 在美国政府的打压下,华为在海外市场几乎是寸步难兴 特别是华为的手机业务,受到的打击更是巨大 与海外市场节节败退的境遇相反 在国内市场,华为的销量却突飞梦境 特别是美国实体清单出台后 华为在国内市场的销量更是出现大幅度上涨 国内市场份额接近40% 即国内市场当之五愧的第一 遥遥领先排名第二的OPPO 在华为国内手机销量暴涨后,网上出现一些声音 他们指责华为用爱国营销,利用国人的同情心疯狂敛财 甚至还有人吐槽华为手机暴力 明明配置很一般,可价格却高得吓人 俨然就是在收爱国税 从于晨东的回应我们可以听出他对华为产品有着极强的自信 同时也可以听出他对网上那些说华为用爱国营销绑架 国内消费者购买华为产品的言论感到不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